这个月10号的中午12点左右 花联分局线上巡逻远景 在执行完勤务时 开车行进美轮地区民权路 以及文苑路口的时候 发现一名骑士在号制转为绿灯后 依旧留在马路中央滑手机 就怕发生危险 因此远景是特别上前关切 不过经过询问之后 荒幸骑士是神情慌张 遭眼间的远景发现 在他的口袋里藏有针筒以及毒品包 当场遭警方 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证办 你在路中间干嘛啦 你在那边滑手机 一名骑士绿灯后 还停在马路中央滑手机 远景上前关心 但这时骑士神情慌张 双手不断地触碰衣服和包包 眼间远景发现 他的口袋里竟然藏有针筒 拿出来拿出来 这我故地打一堂树的 眼间远景来势汹汹 骑士继续狡辩 企图混淆视听 他的情绪也越来越躁动 电动车一个没辅好 整个倒卧在路面上 结果 随便带刀在车上 这要干嘛啦 一阵慌乱之际 骑士趁机要把 烟盒内的夹链袋放入口袋 但警方已经不让他有可乘之机 这什么啦 刚刚就跟你说我拍到 你自己不承认 原来白色的粉末 就是一级毒品海洛英 这也让骑士完全无法抵赖 2月10号中午在花莲县花莲市 原警返回派出所的途中 经过了明泉路以及文苑路口 发现黄信机车骑士停在大马路上 神情诡异 一查才发现 他的身上竟然藏有毒品以及器械 最后在原警的劝说下 他主动自首 目前警方已依毒品案 将黄信男子移送 有来眼尖员警察器 顺利逮捕这名毒虫 记者王一婷 徐立琴花莲报道 有没有没有没有